古典美的脸庞,诱惑的眼神,表情略带俊逮,她的一颦一笑牵动着无数男人的心,她的一举一动都勾得人心神荡漾,这个神秘的女人如神般征服了这座海滨小岛,12岁的少年小多有了人生中的第一辆单车,她飞奔在大街小巷中,脸上的笑容从未停止,即使这是个动荡的年代,路过河边时她兴奋的朝同伴们炫耀着, 也就在这时,少年们的目光统一被一个女人吸引了,她们抑制住少年躁动的内心,排排坐在河堤旁,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一动的人身上,她们窃窃私语讨论着女人的美貌,小多没有说话,因为她羞耻地发现自己有了生理反应,被大家目光扫射的女人叫马莲娜,身为一个富白貌美大长腿的集成者,她每次出门都要经受这样的注视力, 好在她早已经习惯,面对少年们的讨论,她始终一言不发,甚至连撇一眼都没有,马莲娜自顾自地往前走着,少年们则骑着单车,吹着口哨跟在后面,小多也紧随其后,她从同伴口中得知,女人是他们拉丁文老师的女儿,小多还想问多点细节,可同伴们只关心的是马莲娜的诱人身姿, 细长的高跟鞋踩在石子路上,有人的锁骨下面是深不可测的丰收地,小多闭上眼睛,她觉得,马莲娜经过的地方,空气都变得如此香甜,少年们无所事事,他们不遗余力地守候在马莲娜经过的每个角落, 看着马莲娜的美团,同伴们无不惋惜地吐槽着,要是单身就好了,可惜马莲莲已经嫁人了,接下来的几天,小多食之无味,睡也不安稳,脑子里总是跳出马莲娜迷人的身影,直到有一天同伴讲述了自己和马莲娜说过话的经历,小多再也坐不住了,也想有这样的一次奇遇,她躲过老师的监督,投留出了校园,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,总会有些疯狂的举动, 小多也不例外,她骑车飞奔到马莲娜的家门口,吓着清爽的风吹过,小多看着马莲莲家周围的洗洗建筑,忽然房门打开,一身粉色连衣裙裙的马莲娜朝小多挥手,示意她过来帮自己买包烟,小多有些不敢置信,直到马莲娜再次挥手,她才处不前行,女神朝她伸出手臂,那一刻小多晃了身,可惜这一切只是少年的异想天开,她坐了半天,也没等到马莲娜, 小多心想,自己怎么看都是毛孩子,只有打扮成熟,才能引起马莲娜的注意,于是她偷拿了父亲结婚时的西装裤,到裁缝店赶了裤脚,这一举动遭到了父亲的一顿爱的教育,并表示,只有战争结束后才可以穿西装裤,晚上的时候小多偷偷的窗户翻下来,虽然没有长裤,但她穿上了西装上衣, 整个人显得绅士不少,她提着小夜灯走到了马莲娜家门口,轻手轻脚地从大叔之鸭爬到了窗户边,从一个小洞里,她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女神,以及照片上的丈夫,妮诺,妮诺和马莲娜刚结婚一个月,便被应召入伍,上了战场,到现在还没回来, 小镇上的男人都开着马莲娜的玩笑,说她这么漂亮,肯定不堪寂寞,小多听到别人这么说自己的女神,心里很不高兴,可她只是个孩子,反驳不过那些大人,每天夜里她都会跑到马莲娜窗户旁的小豆,偷窥着马莲娜的一举一动,看她跟随音乐翩翩起舞,小多也跟着入了迷,第二天她去音乐商店寻找那首曲目,买了碟子后就一个人在小屋里听,幻想着女神出现在, 在自己的房门口,除此之外,她还给马莲娜写了无数封信,表达爱恋,不过一封都不敢寄出去,小多开始在各个空闲时候,搜寻着马莲娜的身影,看她独身去找工作,听别人对她的议论纷纷,漂亮的女人是小镇女人的敌人,她很难找到一份靠谱的工作,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,马莲娜总是引人注目的那个,小多也注意到了男人们的目光,各式各样的男人,或绅士,或猥琐, 其中还夹杂着女人们的无情讽刺,有一天小多跟着马莲娜看到她进了一处陌生房门,她内心一下子失落至极,难道已婚的马莲娜真的有秘密情人吗? 小多不敢相信,她骑着跟着马莲娜,身后不断传来场舍父的讨论,他们猜测,马莲娜私生活很乱,并将其比作虚伪的贱妇,认为情妇都比她高尚,至少情妇做事光明磊落,小多内心有些受伤,她爬到那处陌生房门的围墙外,原来马莲娜只是在那人家里做帮佣,并不是外界所说的是别人的情妇, 小多情绪高涨,对马莲娜的爱再次上升,不久后小镇里传来马莲娜的新闻,她的丈夫尼诺在战场上牺牲了,这位美人成了孤家寡人,小多赶紧下雪溜到马莲娜的房门外,丈夫牺牲,马莲娜很痛苦,小镇里无一人同情,甚至议论纷纷,猜测马莲娜早就做好令结她欢的准备了,小多心想自己要快快长大,要守护女神马莲娜,她看到那些说马莲娜坏话的街坊人, 便是一些小气粮教训那些人,随后她去了教堂,表明自己以后会每天点拉祷告,希望对方可以守护马莲娜直到自己长大,小多比往常更加偷偷关心着马莲娜,从最初的性幻想到与日俱增的爱,她想靠近马莲娜,于是便大着胆子偷了马莲娜的贴身衣物,结果这一变态举动被父母发现,他们教训了小多一顿,勒令她不许出门,不过很快她起了一身疹子, 医生告诉父母要让其出去透透风,小多高兴坏了,她骑上单车,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马莲娜的门前,可不大会儿她便发现,马莲娜房间如门厅弱势般热闹,各式各样饥渴的男人开车从她门口经过,目光牢牢锁死在马莲娜的家,他们无一不渴望得到这位美丽可儿,与此同时,各种关于马莲娜的谣言四季,最后传到了她的老父亲,小多的拉丁文老师那里, 原来镇上的牙医和军人晚上,想趁夜色,头膜溜到马莲娜家,两人一言不合在马莲娜门口打了起来,结果被牙医老婆发现,大吵大闹,惊动了警察局的人,马莲娜的父亲不堪名誉受损,跟学校辞了职,而因为牙医老婆的不依不饶,马莲娜等人都被请上法庭,屋内的马莲娜对此事毫不知情, 却成了众矢之地,她被大家污蔑成,勾引有父之父的当父,要接受法律的惩罚,上庭就要请律师,可律师也是道貌黯然的老男人,为了博得美女好感,她在庭上为其辩护,马莲娜没有错,只是因为长得太美,从而招致嫉妒引来罪行,经过律师的辩护,马莲娜打赢了官司,律师也因此获得了与美女共舞的机会,她想进一步行动,马莲娜很害怕,她把身上所有钱, 给了律师,可律师依旧强迫与之,发生了关系,而在外头看的小多也因失足,从树上跌了下来,此后一段时间,马莲娜一直闭门不出,只有小多一人知道,她受尽委屈,即使上的婆娘不卖食物给马莲娜,惧怕老婆的男人也不敢雇佣她,马莲娜除了寻找结婚对象外,别无她法,不久后成年的小多终于穿上了长裤,这意味着她已经是名成熟的男人,但她还在上学, 不具备工作的能力,她继续偷偷跟着马莲娜,看着她为了一口失误蛇杖,而别人却不怀好意地摸她搏颈,而后每两天,敌人的炮弹落在了这座小镇,马莲娜的父亲不幸丧生,这里终究只剩下孤独的马莲娜,而随着她丈夫和父亲的接连去世,小镇上的男人更加肆无忌惮了, 小多看着那些男人在马莲娜耳边的窃窃私欲,里面全是做自己情妇,不必挨饿的建议,她很痛苦,但连零花钱都没有的小多,无能为力,晚上她再次来到马莲娜的墙边,看她剪去了自己的长发,为了活下去,她终究成了那些人口中的自己,小多看着她为了食物和别人缠绵,她哭了,但什么都改变不了, 人潮汹涌的广场上,马莲娜偏然而止,金黄色的卷发,诱人的红唇,黑色丝袜下的高跟鞋碰撞在地面上,她迎视着所有人的目光,那些流言蜚语再也传不到她的耳朵里,马莲娜随意坐在椅子上,她想抽根烟,完全不用自己点火,那些火机的主人便纷纷上前,殷勤地围在她的身边,马莲娜有片刻的沉默,她那双眼睛似乎要滴出泪来,终究她点着了烟, 小多幻想着自己救马莲娜与危难之中,可现实中,她只能远远观望,马莲娜彻底成了人们口中的当夫,连德国士兵也照样接待,小多接受不了这样的刺激,晕倒在地, 家人断定小多是被魔鬼附身,请了一堆法师前来做法念经,小多不为所动,她心里只牵挂着马莲娜一人,过了一段时间后,战争胜利,人们夹到欢迎着归来的士兵,小多又心忡忡,她看着街上的妇女冲着马莲娜家里跑一, 他们要替政府好好地惩戒那个当夫,马莲娜被罢光衣服,无助地面对着女人们的拳打脚踢,而那些对其献殷勤的男人则无意上前,小多看着口吐鲜血的马莲娜,捂住了眼睛,她终究没有伤签,马莲娜被人架起,用剪刀剪光了头发, 一圈圈人围着马莲娜,像看热闹般无意上前,马莲娜痛苦地大叫在驱赶中逃跑,她负着一身伤,被人驱赶出了小镇,小多看着她上了远方的列车,百般滋味,涌上心头,她目送着马莲娜,久久没有离开,此后小多经常坐在海边,她有一股气藏于心里,始终无法排解,马莲娜被逼走了,她有什么错呢? 唯一的罪名,只是因为长得太美,很久之后,马莲娜的丈夫尼诺回来了,她没有牺牲,只是失去了一个胳膊,她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妻子,而小镇上的众人则纷纷摇头,表示不知道马莲娜去了哪里,他们不敢承认是他们逼走了马莲娜,尼诺四处游走,去警察局寻找妻子,在路边问昔日的小镇居民,可大家对这个残废人致是羞辱,没有一个人告诉她真相, 小多看着这个可怜的男人,她不想瞒着尼诺,便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尼诺原委,以及马莲娜乘坐的火车方向,最终尼诺踏上了寻找妻子的路途,没有了马莲娜,小镇依旧热闹非凡,小多也找到了自己的女朋友,忽然间大家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,马莲娜挽着丈夫尼诺的手,缓步而来,尼诺迎视着众人的目光,而马莲娜则低头不讲话,回到这里,他们需要足够的勇气, 而小镇上的女人,看到马莲娜有了皱纹,变胖之后,居然一个个没有了之前的戾气,开始友好的语气打招呼,说话聊天,人性真是一个复杂的东西,而最后小多也终于鼓起勇气上前,帮其捡掉落的橘子,被践踏的美丽沦落的人性,美不是原罪,但在这样的年代,合着闭塞的村庄,一切都有可能, 这部可以说是无法超越的经典,值得一提的是,导演朱塞佩·托纳多雷只花了33天,就完成了该片剧本的创作,好了,本部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利用闲暇时光,丰富你的精神生活,关注我,只解说百看不厌好电影,我们下期再见。